太阳渐渐吸血 脚马群聚集在水边 急需结合 鼓鼓流淌的水声 引起了水中一只鳄鱼的注意 尽管脚马们保持高度戒备 但是来去无影的小皮鞋 还是成功偷袭了一只不长眼的脚马 好在这只小皮鞋并未完全成年 虽然咬住了脚马 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 将脚马拖入水底 脚马拼命地蹬腿反抗 险些让他从嘴边逃走 看得出这头脚马的求生欲非常强烈 尽管半个身子已经没入水中 脚马依旧没有放弃抵抗 四肢奋力登坛 拼了命地想要游回岸边 脚马大吼大叫 似乎在向岸上的同伴和两脚兽求救 然而同伴在观望 两脚兽在加油助威 谁都不愿意以身犯险 他只能自食其力 祈求上舱保佑让他逃过这一劫 此时此刻水中的小皮鞋也没闲着 咬着脚马的后腿 使劲往深水区转 脚马的情况变得岌岌可危 好在这只脚马足够强壮和自信 顶着小皮鞋的压力 硬生生把他拖到了岸边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 脚马拖动疲惫的身体 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岸上行走 水中的缠斗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 鳄鱼强大的咬合力 让他遍体鳞伤 走起路来一缺一拐 此时此刻的脚马 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 拖着几百斤的鳄鱼一同上岸 他太需要休息一下 让自己喘口气了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另一只皮鞋躺着河水 快速杀到现场 他的体型比之前那只 有过这儿无不及 说是小皮鞋的爸爸也不为过 大皮鞋没有丝毫犹豫 上前一口咬住脚马的脖子 轻松将其拖到了深水区 面对大小皮鞋的混合双打 除了感受到这个世界深深的恶意 脚马根本无力反抗 虽然残酷 但这就是现实 让我们为脚马的坚韧 和不放弃点赞 远天堂没有大小皮鞋 重脚马可以畅快痛眼